哎呦 大家看我 又只能在这瑟瑟发抖 也还只能缩着脖 你看我这 雪景啊 雪景啊 北京是刚刚下了一场雪 据说明天还要下大雪 倒是挺应景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句是什么 秦岭云恒条地八千远路 乌山雨洗挫娥十二微风 这啥意思呢 这你从字面上看啊 秦岭 秦岭在陕西南部嘛 对吧 就是那个秦岭淮河那个秦岭 秦岭云恒条地是很遥远的样子 八千远路那么远 然后它对应的是乌山十二风 对吧 乌山云雨嘛 还有这个词 一会咱们再讲具体的一个故事啊 然后挫娥十二微风 一个道路遥远 一个山势险峻对得上 这是字面意思啊 但其实更好玩的 其实它背后的典故 秦岭云恒是什么呀 云恒秦岭 家河在雪庸蓝关马步前 这是韩裕的诗 唐朝韩裕 这里边故事就有意思了啊 这个诗的名字叫做 左迁至蓝关士直孙香 你看韩裕的直孙姓韩啊 直孙香那就是韩香 对了 这就是民间传说里边 那个八仙韩香子 韩香子 这个人物啊 其实我打小就知道 从哪来的呢 八仙的故事嘛 因为我小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 就叫八仙过海 那是香港亚视派的应该是 非常的经典 那个歌 我不能说会唱 因为它是粤语唱的 不会唱 但这调太熟了 小的时候也没什么电视可看 看的最多的 一个就是八仙过海 再就是八仙版的射权运行传 那个时候反反复复复电视台 就播这个 出来 特别好 而且我们山东人 作为山东人 还有一个 一看就很明显 就是当时 吕东斌有一个镜头 他坐在泰山顶上 坐在日观峰上 一个大石头伸出去 就要掉下去 要倒的那么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不让上人了 当年拍电视剧还可以上 那个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镜头 那是八仙过海 对吧 这个韩湘 就是民间传说里边的 这个韩湘子 这个故事是怎么说的呢 说这个韩裕 他 我们知道韩裕 这是一个文学家 对不对 我们比较知名的 他是文学家 他还是一个味道士 这味道士现在不是什么好词 但是他在儒学当中 这个地位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儒学 他不是说 我们老说 说他传了2000多年 好像一直都是占据统治地位 其实不是 自从汉武帝那时候 霸出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好像一直都是 官方的这样一个 主要的一个意识形态 其实中间还经过很多的波折 尤其是南北朝 隋唐那个阶段过去之后 其实佛教的地位非常高 那么到唐朝的时候 唐朝皇帝 要么信佛 要么崇道 唐朝皇帝姓李 老说我们家是老子的后代 这是崇道 然后佛教也是历代 从北朝 南北朝的传统 都是信佛 所以佛道 势力都很强 那么到了韩裕这个时候 皇上说要把 应该是在奉享 法门寺的佛谷 那里边有一节 佛的植谷 要迎到朝廷这边来 迎到长安 然后你说光迎一个来的 就很盛大的仪式 对吧 然后要求所有的官员 百姓都要去祭拜 这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情 那韩裕就看不过 韩裕这个人就是性子非常的硬 非常的正直 非常的硬 他就写了一篇表 就是著名的建佛谷 就说 这里边其实挺缺德的 就说 从东汉以来 官方信佛的皇帝 没有一个偿命的 这咒皇帝死 你说皇上看了之后能高兴吗 皇上就说 这谁 韩裕 赶紧 处死他 但是韩裕的人员 说实话还是挺好的 中间一堆人劝谏 皇上最后怒气未消 说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把他贬到了朝州 当刺史 朝州的哪 基本上就咱们现在那个朝州 广东那边去了 你说从长安 贬到朝州 我的娘 古代这样一贬 那可不是一般的贬 这样一贬的时候 这半条命就没了 咱们老说那时候 松龙坡那时候被贬到海南去 基本上就 所以这篇篇篇 我就交代到那去了 差不多 年纪又大 那个地方是画外之地恨不得 这不是现在的南方 现在去也难受 对吧 北方人到南方也待不惯 空调房里老待着 那时候那边生产力也不高 这一路突遥远 这一路颠簸 那时候韩宇五十多岁了已经 对吧 年纪也不小 他最后一共也就活到五十七 你想想吧 所以他真的是 非常的感慨 非常的痛苦 然后到了秦岭 在南关这个地方 他的侄孙韩湘来见他 来跟随他 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开头就写 一风昭奏九重天 西扁潮州路八千 就调地八千远路 就从这来的 对不对 早晨我写了封奏章 上奏到九重天 皇上那儿啊 九重天 晚上我就被扁了 扁到潮州那老远的地方 这基本上就甭想再回长安了 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挺长的一个律师 咱就其他那个几句 咱就不说他了 重点是这个 云恒秦岭 家河在雪庸 南关 马步前 都到南关这个地方 直孙湘 但是民间传说比这个故事有意思 这个电视剧 我说的那个我小时候看的电视剧 八千国海里边演的 其实就是 后来的这个 已经传的神乎其神的故事 这个韩湘子啊 实际上是韩玉的侄孙 就是他侄子的儿子 是侄孙 他呢 其实挺喜欢这个侄孙的 但这个侄孙就天天老想学到 老学到呢 就离家出走了 后来呢 那个韩玉做寿 他回来了 韩湘子回来了 回来之后就说 这天大吉的日子 你也不能随便就生气 是吧 就说 你还知道回来 你看你学到 学了点啥东西 说我学了点 其实变个戏法那样的 对不对 给个空瓮 然后给你挂上酒 美酒飘香 对不对 这花 就是哪是你能长出来 都挺好 弄了如牡丹花 这个牡丹花啊 长出来之后 旁边还配了两句诗 哪两句诗啊 云横秦岭 家河在雪庸难关 马步前 这啥意思 不知道啥意思 看不懂啊 韩湘子说 这个啊 这是预言 你到时候你就知道 什么意思了 说吧 飘然而去 这韩允没当回事 那么他因为剑迎佛谷 然后被贬了之后 到了秦岭 这个地方之后 哎呀 大雪封山 比这雪可厉害多了 这都不叫啥雪 这都小意思 对吧 那这积雪 得多厚多厚 在山上 你想想 走不动啊 雪庸难关 马步前啊 这时候啊 他还没想起来 这首诗啊 这首韩湘子 吹着销 应该是吹销 按照传说 他应该是吹的销 但是电视剧 好像拍了吹的笛子 不管他 就来了 来了之后 说叔父 应该叫叔祖啊 叔祖 你可记得 那个牡丹花旁边 那两句诗吗 云横秦岭 家河在 雪庸难关 马步前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个地方 就是难关 哎呀 行了 我给你把这诗补全了吧 所以写了一首 完整的律诗 就是那首 左迁至难关市 侄孙香 哎 这就是这个故事 哎呀 你看 那你说韩玉 这得 对他这个 学道的这个 侄孙 就应该另眼相待了吧 对吧 所以按照民间故事 按照后来传说的这个故事啊 一直到 最后 这个韩玉 终于是信了道 后来呈现 其实这事啊 这就是编的 韩玉 确实有那么一个子孙 叫韩香 但是这个韩香啊 其实就是考进士 就没有修道 他有另外一个 这个从子孙 比他关系还再远一点 那个人 他是学道的 但是呢 因为韩香这个名字啊 比较有名啊 就给他重合 就到一起了 而且啊 其实是因为韩玉啊 他 这个儒家的一个味道士 所以啊 这个佛家 这个道家 都有点 对他恨之入骨 但是呢 你也不能老骂他 对不对 然后就编故事 佛教呢 就编了一个大殿和尚 来点化韩玉 这个道家呢 就编了个韩香子的故事 来点化韩玉 反正要呈现 对吧 韩玉啊 我们知道 他是唐宋八大家支 不是支一的问题啊 他是支手 唐宋八大家 唐朝就俩 宋朝六个 对吧 唐朝就是韩柳 你看韩柳 韩柳 先说的韩 再说的柳 那么那个宋朝呢 三苏 欧阳修 加王岩石 加曾拱 对吧 还有说宋四家 宋四家也是韩柳 再加上欧苏 韩柳 欧苏 这是宋四家 就不是那个宋四家 唐宋四大家 唐宋四大家 唐宋八大家 反正是少不了韩玉 而且韩玉 这是文坛领袖 他是排第一个的 是唐宋古文八大家 他先提出来的这个意思 苏氏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 哪叫八代 东汉以后到唐朝 你去数吧 把六朝全加上八代 为什么呢 这期间写的诗 都是所谓的特别华丽的那种平文 就是四六八句的写的 就很工整 很对账 你看咱们现在说的 这个是声率启蒙里边的句子 这个本身就是在教人写 怎么对账的这种句子 但是这个属于长短句还好 那六朝平文 那真的是字数四句六句的 都是一样的 然后互相得对上 就为了求这个工整 而求这个工整 为了这个形式而求这个形式 里边写的也不知道是啥东西 空洞无物 所以韩玉说 这不行 这个我们要恢复到先秦 恢复到两汉那种散文体 就是你就写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写完了也就完了 你不用为了凑那个句子 而专门还去找那个字 去那这凑字 那没意思 对吧 你标准的范围 就是像左传这样的 史记这样的 就挺好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韩玉的主张 其实后来 我们所谓的古文 都是延续了这样一个传统 所以韩玉在文坛也好 在思想史上地位都很高 然后这是韩玉 你看 云横秦岭家河在 雪庸难关马步前 这是它的经典名句 那么在圣律行 这就会化用过来 你看云横秦岭 它就秦岭云横 倒过来用正过来用 一样 诗词里边这种东西 颠倒颠倒是正常的 对吧 这个秦岭云横 调地八千远路 这都是从这首诗里边 画出来的 那么 这个秦岭对乌山 乌山雨洗 琢俄十二威风 这个乌山云雨的故事 这又是高唐富了 是吧 这个 说楚王 去听宋玉说一个故事 宋玉说先王 这个是楚湘王问的宋玉 宋玉跟这个楚湘王说 他说他的先王 一般是认为是楚怀王 我怀王到这说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一个女子 过来跟他说 大王我来给你自荐整袭 我们现在自荐整袭 就是要跟他怎么怎么样 对吧 楚王很高兴 就灵性了他 男女之事 对吧 完了之后 他说 我走了 那个妾身 昭为 淡为行云 目为行雨 你下次再来 你就看见哪有云有雨 就知道是我了 这就是乌山神女的故事 这里边 咱们现在留下的典故 就是共赴阳潭 共赴乌山 云雨怎么怎么着 好像都是跟男女之事有关系 其实典故就从这个地方来 对吧 那挫娥十二威风 乌山呢 这是在长江三峡那儿 长江三峡 对吧 这个西陵峡 曲堂峡 中间是乌峡 对吧 然后乌山在长江两岸 北边六座峰 南边六座峰 这是十二威风 这是挫娥十二威风 所以秦岭对乌山 都是非常险峻的山 而前面这个 这两个都是非常著名的典故 这个对的也是非常的工整 故事也有 这个人物也有 这个典故也有 你看这个话用的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对账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诗词要写的时候就这么用 就是说 它其实有点像一个密码 像一个暗号 就是你用了这个典故之后 然后马上经过这种训练的这种文人 或者说熟知传统化的人 马上就能反映出来 他讲的是哪一个故事 对吧 你知道了这个知识 你有了这个知识储备之后 你就会心一下 你知道它说的是这个意思 你要是不知道这个 那就暗号没对上 你就只能知道一个字面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说学语文 学中文 我看到好多 尤其是之前说有些外国的孩子 什么学中文 尤其有些是 就是说ABC 香蕉人 学中文 说话可以说的很清楚 这个普通话没有问题 语音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种交流 稍微加点这种文化背景的这种东西 就没法说明白 因为中间有一些这种文化密码 所以熟知这些文化密码 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 看看我这雪 明天要接着下 下回可能要接着再缩着播给大家聊了 咱们下次再见